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电池感应 二斯特先生发现了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然后就掀起了电池的研究热场 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那请问磁场能不能产生电流 很正常的问法 所以法拉第大哥哥 用了各种方法想看何不可以由磁场来产生电流 他用线圈去通电 然后呢导线放在线圈旁边 然后呢接上电流形成回路 就有 不会 不会 没有 他把导线穿过线圈 不会 没有 他把导线也绕成线圈 有两个线圈 还是 没有 做了半天通通 没有 but 皇天不负苦心人 他终于做出了 一个是这样绕 然后一边拉电 发现 比如说B这边通电的瞬间 A这里有电流 B通电的瞬间 A这里会有电流 比如说这样 你这样的棒棒是直的 是直点 管理压的时候 他会有电流 他会有电流 他又到处做到处做 就提出报告 这些情况之下 都有可能会产生电流 电流有变化 时常有变化 运动中的很稳电流 运动中的磁点 运动中的导线 这些都有办法让我产生电流 总而言之 要有变化 总而言之 要有变化 要有变化 磁场变化 电会升值 电流有变化 磁场也会有变化 再有变化 他就会有电流 所以key word叫做有变化 像这样 你这里不动 你这里不动 不会有电流 靠近 有电流 靠近完不动 又没有了 拉远有电流 可是你如果拉远又不动 又没有了 所以靠近可以有 远离可以有 有变化 有变化 就可以有 所以 当我的线圈内的磁场发生变化的时候 线圈会有产生电流 我们把这个电流称为感应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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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要请注意 只要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但是必须要磁场发生变化 才会有感应电流 我再说一次 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但必须要有磁场发生变化 才会有感应电流 才会有感应电流 所以磁场变化 生感应电流 我们的国中的教法叫做磁场发生变化 物理上的说法叫做磁通量发生改变 磁通量就是以那个垂直这个前面的磁力线数目 叫做磁通量 这件事情对国中生而言不太重要 但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教一个旋转的 旋转的之所以会能够产生电流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磁通量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也没有这样子跟各位介绍 你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晓得磁场有变化 就会生感应电流 OK OK